二選一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有多重條件的話 比如說你可能不只兩個 可能還有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怎麼辦呢? 後面會講 其實很簡單 只是在中間有沒有 在if跟else中間再加一個什麼? else if就可以了 else if,後面再加一個 那else if,一直else if下去 你就可以多重判斷了 其實等於是這個的延伸 所以基本上在VVA裡面的邏輯判斷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你可以把它當一個公式 或者當個範本 把它記下來 那將來的話你就可以馬上套用 那剛開始你可能不太熟了 不過慢慢慢慢的你可能要 把它當成是一個規則 一個規則慢慢要記下來 那只要你這個公式規則打正確的話 基本上程式就很快就把結果輸出了 那最怕就是怎麼樣呢? 可能有if 但是問題你少打一個and if 或者少打一個then 那就會有產生錯誤 反正你只要 因為像上個禮拜同學 比較多犯錯誤就是說 那個就是少打一個這個 或者少打一個那個 就當然最後跑就跑不出來了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那個 邏輯函數部分的一個複習 那另外就是說怎麼樣把這一個 這個是按個按鈕 所以最後我們在旁邊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執行完畢就出來了 OK 那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要把它改成一個Function 所以Function就是說呢 你按一下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它會跳出成績函數 它會跟你要一個資料 就平均成績 那你可以判斷出來 自動也會顯示合格不合格 那你按兩下就可以把結果秀出來 那再來就是那個 這個and的部分 那and的部分呢 如果你多一個邏輯判斷是 等於是交集的話 那後面加個and就可以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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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後面就可以 那如果你還有第三個條件怎麼辦呢 再and 第四個條件 再and 一直and下去 就是你有好幾個條件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後面 那這個Function也是一樣 所以請各位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邏輯函數再打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後面還有 or跟nut 不過這部分應該跟and很類似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先把這個檔案先打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後面的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的部分 再拍一張 一張 是 是 是